提醒大家了 这台风来袭 真的千万务必不要进入山区 或是到海边来进行活动 这台风呢 带来着丰沛雨势 造成溪水暴涨 来看到的是花莲的秀林文兰村里头 有一名57岁的无姓妇人 跟着丈夫朋友三个人 是冒雨到木瓜溪支流来查看水源 一次这溪水瞬间暴涨 让无姓妇人掉进溪里 搜救人员获报到场 来救起这名妇人的时候 她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仍然是宣告不止 山间野溪碰上大雨 瞬间水量暴增 救难人员架设安全所 抬着溺壁富人的遗体涉水而过 好不容易穿过野溪 救难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摸黑从山上协助三位民众脱困 并将罹难富人遗体运送下山 花莲秀林乡的闻蓝村一位五十七岁的富人 跟着丈夫还有朋友三个人冒雨 到木瓜溪支流上游 查看检疫自来水源 不料大雨造成溪水暴涨 富人不小心跌进溪里 等到救难人员到场救起富人的时候 富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本局立即召集警疫销及潜水协会 共38人 那我们前往救援 那到达现场接触患者时 发现已经欧卡 那本局在两点半的时候 顺利将民众救出 因为接近干旱才会 才会去巡舍 不需要再上去 因为生命的安全比较第一 所以说去巡舍的话 危险度很高 救难隊花了几个小时 才将富人遗体运送下山 同时也救出富人的丈夫跟朋友 这名意外落水溺斃的富人 也成了杜苏瑞台风来袭 第一位受难民众 记者 徐立琴 华林报导